Hello 大家好 书接上回 1935年年近30岁的本田宗一郎 与小学教育 姬布信结为连理 两人携手走过了人生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 都有一个贤娘淑德的女人 姬布信也不例外 姬布信并非简单的只是支持 本田宗一郎的事业而已 还时不时帮助他分析与总结 本田宗一郎卖掉了汽修厂的股份 成立了东海经济公司 来到了一个这么自产自销的level 就在这个时候 本田宗一郎发现 活塞和钢壁之间 加这么样一个东西 能有效地解决发动机的工作效率 这个东西就叫活塞环 活塞环的作用为 密封 调节机油 控油 导热 传热 导向 支撑 四个作用 这个想法在当时很超前 在业界之间这么一传 于是就到了丰田那里 当时财大气粗的丰田 一看这小子不错 那咱们就试试 于是给他下了个 三万活塞环的订单 这下可怕中英郎高兴坏了 这还得了 当初的梦想就是想进丰田 这样的大厂大螺丝 若产品得到丰田大佬的认可 那银子不就哗哗哗的来了吗 不过 丰田有个条件 先送一千个样品 如果合格 马上这三万个活塞环的订单 就是本田的 于是本田加班加点 造出了一千个活塞环 送到丰田手里一验 合格的就三个 得知消息的本田宗一郎没办法 只好拿着礼物上门道歉 丰田当时气愤的对宗一郎说道 罗举了一个雷门 兰去干方 走时把你那样品给我找的呀 什么导致跟我讲差不多的意思 本田宗一郎只好搭了着脑袋 走出丰田的大门 回去路上本田就在思考 还是没文化呀 还是没读够书呀 还是欠缺一点专业知识 我又没有一个高文化的弟弟 这个活塞环 并不能通过之前修车的经验来造 哎 这样口袋这时候刚好有点钱 咱报个课学学那个数理化 于是32岁的本田宗一郎重返校园 宗一郎进入了冰松高等工业机械科 更是用三年的时间学习金属学 期间本田也恳求丰田 再给次机会吧 就这样不断的尝试加不断的学习 本田宗一郎终于戴上了眼睛 在规定的时间内交上了质量合格的产品 也得到了丰田的认可 丰田也随之买了东海经济公司较多的股份 刚刚迎来希望曙光的本田宗一郎 还没有来得及高兴 就深陷战争的炫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期而至 正当宗一郎以及他的东海经济受到认可 渴求进一步发展之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迅速蔓延开来 未来在战场上获得主动 进而赢得胜利 日本开始实行国家总动员 其日本国内各大车企都要求优先发展军工 而东海经济也在范围之中 公司的未来已经不像中一郎想象中那么清晰了 胳膊总是拧不过大腿 个人的意愿无法违背国家的号令 东海经济在生产活杀环的同时 被迫生产大量的军舰和飞机名部件 战争期间的中一郎是无奈的 生产的事情无法激起他的兴趣 在这段时间当中 日本乐器制造诸实会社 YAMAHA社长川尚家世 找到当时在发明领域 已经小有名气的本田中一郎 希望他发明一种自动刨床 很快中一郎拿出了成果 此前刨一根飞机用的螺旋桨需要一周时间 使用新机器后半小时便可完成两根 效率得到惊人的提升 之前发明取到了40项技术专利 为了促使生产更加顺利的进行 政府决定由丰田向东海经济入股40% 并且派驻专人进入 于是丰田就这样成为了东海经济的最大股东 东海经济也成为了日本政府手里的一颗棋子 1932年日本中途的澳海战的失败 成为整个太平洋战争 或者说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在这一年中 宗一郎迎来了长子本田伯骏的诞生 这个本田伯骏以后咱们有机会再讲 为什么要讲这个人呢 这个人为本田在赛事上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倔强的本田中逸郎咬紧牙关 总想着战争就会过去了 不过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 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失败 日本本土最终沦为了战场 美军轰炸了日本的大部分城市 中逸郎的家乡 冰松也未能幸免 无奈之下 中逸郎只得江公司搬迁到盘田的山村中 到1945年公司人工已达到数千人 中逸郎此时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年轻企业家 就在中逸郎意气风发准备打吃拳脚时 三河发生了地震 直接导致公司破产 再加上美国对日本持续大规模轰炸 以及日本战败 东海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多年的心血毁于朝夕 这时候丰田对本田说了段励志的话 你就是怂 遇到地震 你怂得真就是我 连半个场你都不敢 你这样 你不敢你这样 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两个月 然后藏我来办 办好以后你再回来 但记着 一定要夹着尾巴回来 吃饭做小孩那桌 好不好 感到前途迷茫的本田中逸郎 将承载自己数十年的心血和梦想的工厂 就这样以45万日元卖给了丰田公司 就这样本田中逸郎整整迷茫了一年 1946年10月 本田中逸郎在冰松设立了本田技术研究所 主要生产纺织机械 但资金不足 公司的状态也是如梗在喉 不温不火没什么发展 二战之后 通货膨胀和失业潮导致日本经济全面崩溃 各种物资也十分匮乏 本田这时候也想着在这个节目眼干点啥 让公司生存下去 当时呢 城镇居民只能依靠配发粮食过生活 但是这个量实在是不够 许多家庭不得不到黑市 甚至农村购买高价粮食 由于账户交通也不发达 为生计奔波的人们频繁流动 即使有台汽车也是超原运作 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 汽车无疑是奢侈品 大多数人选择廉价的自行车 但对于日本崎岖的山路和长途跋涉 又或者是女性 骑自行车买米 不仅慢而且很辛苦 坐在路边的本田中逸郎 眼睛眯成一条线 抽了个烟 抿了一口酒 把脑袋这么一摸 跟斑马儿一样 就把那个自行车拼个马达 商机 这就是商机 本田中逸郎笑到了金钱的味道 可这时候物质匮乏在日本 哪里去搞原材料做引擎 即使搞到了 那也是天价 这让本田中逸郎一度陷入了沉思 这战后的日本 什么时候才能恢复经济啊 等哈子 刚打完仗 是不是有些东西可以拿来利用 那隔壁村打流 你每天还把那个发电机的口子 不行 我得可问哈子 就这样经过打听 本田中逸郎以极力的价格 搞到了一批发电机 将其中的油机 皮带和相关零件取下来 再将军用水壶装上去 汽油往里面这么一罐 往上面这么一拧 经过他这么一手神操作 给他改成了一个简易的发动机 往自行车上这么一装 能加油能跑 小把手这么一拧 从自行车 就这么变成了心爱的小摩托 中逸郎还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字 叫做机械脚踏车 既街油还省力 还赢得了不少妇女的喜爱 很快 这款机械脚踏车名声大噪 本田中逸郎随后开始 独立开发小型引擎 装载自己研发的 本田50CTA型引擎的自行车 仅半年 销售额就达到1400万日元 1947年 这个年份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 可谓是百废戴薪 但当时对于理工毕业的人来说 也是比较难找工作的一个时代 而刚毕业的河岛喜好 也遇到了找工作的困难 不过比较幸运的是 在那个时候的河岛先生 就住在本田中逸郎的附近 而在机议员巧合之下 也认识了本田中逸郎 和本田中逸郎的父亲 而当时本田技术研究所里面 都没有一个大学生雇员 特别是像河岛喜好之类 能画图纸的 就更是缺少 面对河岛喜好的求职 中逸郎几乎是立刻就答应了 于是河岛喜好 就此成为了本田的意愿 随后本田中逸郎亲自动手 成功研制出50毫升双缸 A型自行车马达 这是最早的本田摩托车发动机 也是本田A型摩托车 批量生产的开始 它的成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许多人都仿制 本田式的机器脚踏车 本田中逸郎一看 好家伙 我搞出这么个东西来 你们一个个就开始抄袭 偷 不讲武德 那行 你们玩你们的机器脚踏车 老子玩真正的摩托去 1948年9月 为在摩托车领域站稳脚跟 本田中逸郎决定生产 真正意义上的摩托车 1949年8月 本田公司第一辆轻型摩托车 试制成功 该车被命名为Dream D 寓意是以速度寄托自己的梦想 也就是在同一年 中逸郎结识了腾泽武夫 此人后来成为了本田的总经理 Dream D投放市场后 成功超过预期 但想在摩托车领域站稳脚跟 还得付出更多的努力 随后 中逸郎和他的研发人员 骑着最新型号的摩托车 Dream E 翻越日本天下第一险 香根山 当天下着磅礴大雨 山路 暴雨 林林的山路 湿滑的路面 要知道当时日本没有一台摩托车 能一直爬斜坡 中逸郎骑上Dream E 就是干 好在最后 有惊无险的成功了 就这么一跃 本田公司成为了摩托车行业的巨头 对于中逸郎而言 Dream E的成功 只是一个开始 在这之后 中逸郎将视角转向了女性用车 因为中逸郎雨腾则发现 即使Dream系列陆续推出新产品 但消费者对于本田公司最早推出的 A型机动自行车的好感 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入 反而有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妇 骑着他上街买菜 走亲访友 当然 早期开发的产品 或多或早存在不足 所以 闲不住的本田中逸郎再次忙碌起来 产品的供不应求 促使着两位经营者不断扩大生产规模 到1953年前后 他们在企域县北足立群大河丁的白子 购买了土地并建设了工厂 但这仍旧无法满足市场对产品的需求 很快工厂再次扩建 最终达到10万平方米 与此同时 本田计言的注册资本额也再度增加 由1949年的200万日元 变为了1952年6月的600万日元 半年之后飙升至1500万日元 到1953年 资本额度几何式的增长达到了6000万日元 资本的一步步扩大 令本田中逸郎与藤泽意识到 是时候进一步扩大规模了 对于当时的本田计言而言 扩大规模 无外乎于增建与扩建工厂 无论选择哪条路 添加新机械设备总是必须的 当时的日本本土产的设备 无法满足需求 因此1952年11月4日 中逸郎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航班 美国的制造环境 果然与中逸郎预期的一样 领先当时日本使用的机器 最少10年 关于这段考察 留存的资料比较少 只留有一个数字 那就是中逸郎花费 4.5亿日元购买设备 显然它是要让本田计言 进行生产革命 但如此高的费用 带来了并不只是革命 还有负灭的危险 其实问题根本并不在于 中逸郎花费巨资购买设备 就在中逸郎出行前的一段时间里 本田计言的产品一直供不应求 从而令中逸郎与藤泽 判断急需扩大生产 因此他们花费巨资 扩建旧工厂 新建新工厂 这些费用令本田计言 需要每个月给予银行 高额的借贷利息 因此为了给付利息 发放人工的工资以及银余 此时的公司需要更多的新产品 负责产品开发的中逸郎 没有辜负藤泽的期望 这是1953年6月推出的 最大功率虽然只有三马力 不过最快时速 已经可以达到65公里每小时 中逸郎希望他与随后的Juno 一起扮演快速增加 公司收入的角色 不过他却因此齿轮发出的噪音 而令车主诟病 这时的产品中出现了两个问题 以Cup F为首的产品销量 早期直线攀升 每月最高销量甚至可达到7000辆 不过时间进入1953年后 由于同类产品的出现 而严重影响了其销量 仅仅一年以后 Cup F变成了过时产品 另外一种则是以Benny Juno为首的 新产品出现的设计问题 相比此前的产品 Juno上已经看不到任何自行车的印记了 它还是世界上首款使用 数值防风罩的摩托车 不过这样经典的设计 外衣却没有给它带来好运 由于它的发放机倾斜不值 所以车辆在低速行驶时 驾驶者发现掌握平衡十分困难 如果说之前的问题 还可以归结为驾驶者的技术 那么当你骑到目的地 便会发现 想把它稳稳的支柱 是多么的费劲 更致命的是 这种重心不稳的问题 竟然与漂亮的树脂外壳一起 成为了扼杀Juno销量的偶元凶 原来由于重心的问题 Juno不经意间倾倒后 很容易就会把树脂外壳压变形 所以用不了多长时间 拥有Juno的消费者 便发现他们的爱车伤痕累累 原本美妙的设计 由此变成了累赘 随后本田的经营状况不佳 不仅拖欠公司 当时还有传闻说 其快要倒闭 日本也进入了经济衰退期 韩战在这个时候 为本田带来了大量的订单 战争结束后 本田一算账本 居然发现 经济衰退期还能够挣钱 果然是风浪越大 逾越贵 于是在1954年1月 在东京证券市场挂牌交易 这一系列的问题 令本田纪言在1954年的业绩 与前期预期相去甚远 原本宏大的发展计划 演变成了资金链断裂 公司的经营一下陷入困境 此时的腾泽快速意识到 以中一郎的脾气 处理这些问题 可能会适得其反 因此他将全部责任揽了下来 并推荐中一郎去国外散心 留下的腾泽 在公司担任起了顶梁柱的角色 他冷静地调查了一下 当时在日本销量还不错的产品 并命令生产线 全力开工生产这些产品 以获得尽可能多的资金 同时泽藤还积极地 与三年银行沟通 希望获得银行元首 最终在一系列的举动下 本田纪严堵过一劫 这次的教训 演力中英郎与藤泽这类搭档 清洗地意识到 发展的速度与方式的问题 公司的起始回升 也印证了两人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 1954年6月 本田纪严正在为重活苦苦努力时 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一座小岛上 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节日 曼岛提提赛 为世上唯一仅以封闭公共街道 作为赛道的摩托车公路赛 公共街道你能想象到什么呀 道路的不确定因素较多 全长60.72公里 共200多个弯道 路面高低起伏不平 盲弯 有些路段更是狭窄 全程很少有缓冲区 道路两旁都是些建筑物 石墙 灯柱 树木 甚至悬崖 这代表什么呀 容错率极低 但比这些更恐怖的是 当时的平均车速都在150公里每小时 稍有不慎就难天门 摩托车又是肉包体 所以此比赛也是考验车辆的性能 车手数字的最权威赛事 这是个快一米恩仇的世界 也是个泪水铸就的战场 只有车手完全信任技师 并准备好将自己的生命 交给胯下的战车后 他才有参加比赛的资格 这里是风景如画的岛屿 也是车毁人亡的炼狱 这是一个混杂着机械 勇气 内损 热血 恩仇 挑战的东西 一个属于男人的罗曼迪克 这就是中文多翻译为 漫岛TT的 I saw a man Tourist of truth 1954年漫岛TT的观众喜忠 就有这么一个观众 在他的心中存有一个梦想 那个梦想 不仅叫做参加比赛 而是发誓要站在这个世上 最残酷的摩托车比赛 领奖台的巅峰 没错 这个人就是来欧洲赛星的 本田综艺了 一支后事如何 请订阅分享我们 我们将持续更新 本田系列